Hello 大家好我是88濕疹Katy 首先祝大家聖誕快樂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特質 就是如果你很想完全解決你的濕疹問題的話 你一定需要有這個特質 那究竟是什麼特質呢? 就是勤力 可能你已經會說 我已經很勤力了 我在一小時就幫小朋友塗一次濕疹了 那為什麼我一天塗那麼多次 他的濕疹都不夠好呢? 可能你也會說 我已經很勤力了 我已經很勤力 看了很多不同的濕疹膏 研究了很多 問了很多人的意見 也都試了很多不同的濕疹膏的牌子 那為什麼我這麼勤力 都遮不好我小朋友的濕疹呢?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 我講的勤力就是 大家一定要夠勤力 去了解究竟現在什麼是濕疹 和你小朋友是因為什麼情況而有濕疹 只要你能夠清楚的了解 究竟濕疹是因為什麼人質 什麼東西會引起他那麼癢 你就會很自然去想到 究竟你應該怎樣去解決 淹事的問題了 那我另一件事做例子 譬如是用減肥做例子 譬如今天你想減肥的話 那你可能我們先要去測試一下 究竟是什麼引致你的肥胖問題 是不是因為你喜歡吃太多澱粉質呢? 是不是因為你經常都坐在那裡沒有運動呢? 是不是因為你很喜歡吃零食 而缺乏吃正餐的習慣呢? 那是會有不同的原因 人質肥胖的問題的 所以濕疹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見到濕疹 其實你覺得因為皮膚乾 而不斷幫它保濕 亦都去潤敷 你每一個鐘都塗一次的話 你覺得這樣會好嗎? 其實抱歉 這個做法是並不會令到你的濕疹根治到的 它頂多會令到濕疹患者覺得舒服一點 皮膚不會那麼乾燥的 所以只要你夠勤力去研究究竟濕疹是什麼原因 引致了解濕疹患者的生活 留意他的生活習慣 你就會自然找到濕疹的答案了 可能你又會問 好 我的起心肝去研究一下 究竟濕疹是怎樣來和怎樣去處理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怎樣開始 那其實不要緊的 大家只要去訂閱我的拜拜濕疹頻道的話 其實我定時都會上載一些關於濕疹的資訊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今天去回顧我過往60多集 拜拜濕疹頻道裡面的影片 裡面的影片其實我是很用心去做的 雖然早前的影片質素真的一般 但是我真的很用心去拍的 我都很相信他們可以幫到你的 如果你喜歡看文字的話 你也可以去我的網站 www.byebyeasma.com 就在下面我的info box裡面就有了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過往我發表過的17文章 好了 希望這條影片帶給你一些啟發 那我就會努力再拍多一點的 其實我現在的願望就是 我現在的目標就是重拍 我之前拍得很壞的那些影片 因為實在太多咦 又沒有剪 然後又講得有點亂 所以慢慢你會分別看到 新的影片其實比舊的影片 其實是好很多的 節奏快很多 沒有那麼悶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我這個頻道 得到一些啟發和有所得著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幫到更多人的 那希望下次再見到你 拜拜